虽然宗教不容许LGBT的存在 但是我誓死捍卫你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权利 设计对白 当媒体访问副首相旺阿兹沙 新政府会否检讨反对同性恋的法律时 许多人以为他会大方地说出以上对白 可是他没有 他说了一个事实 穆斯林支持同性恋 双性恋与跨性别群体是被禁止的行为 在民风保守或宗教特性较强的国家 女同性恋者 男同性恋者 雙性恋者 与跨性别者 的LGBT群体特别容易受到歧视或恶劣对待 大马改朝换代之后 LGBT的权益问题开始浮上台面 为了表示自己才是正道人士或者比别人更正常 忘解说穆斯林是被禁止LGBT行为 而乌同凯鲁丁沙漠上议员更嘲笑跨性别者的生殖器官比麻雀小 由此显示朝野或社会不乏其是LGBT的人 要不要承认LGBT容许同性婚姻或修改性别栏目表面上是人权问题 那里是政治课题反对党和媒体不停质问新政府你会不会承认LGBT 其实是设下陷阱既然你说要改革能国阵所不能现在你就做给我看看 如果说不承认就会被视为不尊重少数群体 如果承认就会被政敌大作文章 大骂新政府支持淫乱和违反自然性行为 似乎进退两难 面对这类问题 旺姐似乎不懂得招架 她的答案让人怀疑她是单纯的从宗教角度看问题 还是担心形象受损 害怕得罪支持者 所以赶紧划清界限 她的丈夫安华曾被诬告为同性恋或基奸 因为政敌想利用LGBT身份来羞辱安华 让保守人士歧视安华 不再支持安华 如今旺姐却把LGBT视为禁忌 不是以同理心去关心他们 没错 不少宗教都严禁LGBT 他们被指性别错乱 淫乱 肮脏或心理变态 但是旺姐身为国家领袖应以人权位依归 不是以以宗教教义强加在他人身上 毕竟大马不是神权国 大家必须承认LGBT存在已久 他们的存在被视为敏感课题 我们何不让这个你知我知的课题安静地 照常存在就好 不厌其烦的公开讨论 只会造成乱象 旺姐要求LGBT保持不公开的态度 才有权利在大马生活的一番话 说的莫有太错 只是她身为副首相 给予这种答案似乎不够大气 还略嫌思想狭隘 安华曾说过 马来西亚社会必须有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必须尊重不同的人 包括LGBT群体 同样是LGBT课题 安华的答案告诉大家 有些话不宜讲得太直接 只是旺姐还莫学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